本月5号北京天安门广场突然闯入了一只黑天鹅 引起民众围观 此现象呼应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今年1月28号在中共政治局会议特别提到的 要求防止灰犀牛黑天鹅事件 巧合事件的发生让外界频频解读潜藏的意涵 联合早报综合中国媒体报导 9月5号黑天鹅是在升旗移术结束后降落在天安门广场 但是没有要飞走的意思 工作人员随后进行秩序维护 疏散围观游客并且联系有关部门 中国野生动物救援中心专家史洋猜测 这只黑天鹅可能是今年刚繁殖的幼鸟 被父母亲赶出来 误入了天安门广场 史洋介绍 黑天鹅每年都会把自己的孩子赶出家门 然后繁殖下一窝 黑天鹅并非是中国的原生物种 老家在南半球 因为外形优雅好看 前千年被不少中国公园引进用于观赏 根据推断 这只黑天鹅也是从附近的公园中飞来的 黑天鹅引发中国网民讨论 有人认为黑天鹅的出现表示天降祥瑞 也有人打趣地说黑天鹅是来看升旗的 也有些明猜测会发生黑天鹅事件 所谓的黑天鹅事件就是指非常难以预测 而且不寻常的视线通常会引起市场连锁负面反应 甚至是颠覆的效果 它存在于金融市场 商业 经济 个人生活等等各个领域 许多中国网友纷纷表示 财说禁止财经自媒体畅衰 黑天鹅现在就不请自来 而它哪里不去 竟然飞到了政治中心地北京 北京近来加强对娱乐圈整治 甚至传出献级令 拿他国籍的中国艺人 除了面临茶水之外 还可能会遭到封杀 近日在微博上流传了一份 可能会遭到封杀的七大咖献级令名单 其中包括王力宏 潘伟博 刘亦飞 谢霆锋 赵又廷 李连杰 以及张铁灵 后来更是传出又增加至九人 多了新加坡籍的孙燕姿 以及曾经在美国瑞典定居的 维维 而据苹果新闻表示 一名已经在中国真人秀节目工作多年的 台籍资深经纪人指出 各大节目都已经收到了这份名单 据说中国当局要对非中国籍大咖艺人进行查税 由于中国艺人税额高达45% 非中国籍艺人还有境外税务等等问题 而多数艺人会用工作室节税 所以首先就要从大咖艺人下手 这名经纪人也提到 这可能跟中国近来提倡共同富裕政策有关 在此风波之下 夏廷峰宣布已经在申请退掉加拿大国籍 法广报道 夏廷峰9月5号接受央视采访时 面对有关国籍的质疑 他表示自己在中国香港出生 所以本来就是一个中国人 而且他已经在申请退掉加拿大国籍了 而现其令明显影响到中国艺人 但现在可能连新闻台的主持人都无法逃过 甚至会追溯其亲属 苹果日报综合中国媒体报道 中国网民挖出了央视当家女主持人 董卿的儿子竟然是美国国籍 董卿在两年前就被披露 早年他奉美求学时在美国产子 母嫔子贵拥有美籍是不争的事实 当时他解释 只是希望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跟爱国之情并不冲突 但是他的言论还是引来许多中国网民抨击 中国报9月5号报道指出 网民再度起底央视当家女主持董卿 痛批她主持过诗词节目 宣扬传统中国文学与历史 在节目中说传承中国文化要从抓娃娃做起 结果自己的儿子却是美国籍 格外的让小粉红无法接受 痛骂她是生命人 这项消息更是再次的验证 中国富裕阶级 反美是工作 留美是生活的事实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号 在中共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开班仪式上发表演说 她再次的重申斗争的重要性 BBC报道 习近平指出 总想过太平日子 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 要丢掉幻想 勇于斗争 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 寸土不让 此番言论似乎反映出 当前中国应对的国际局势 也表明了北京当局不会软化态度 只会更加强硬的应对西方国家 习近平讲话里提到的 丢掉幻想 勇于斗争 与毛泽东在1949年8月份 中共建政前夕提出的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是高度相似 毛泽东当时针对美国政府发布的 中美关系白皮书写道 需要团结当时中国的中间派 面对帝国主义 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 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 叫他们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 本次演说 其实也并非是习近平 首次谈及斗争 2019年9月份 还在中央党校讲话时 58次的提起斗争 但是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 欧亚集团中国分析师 认为 此次讲话不同之处在于 习近平提醒中国干部 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 凸显出了 习近平对自己理念更加坚决 中国上升的实力 意味着他可以 并且应该更果断地 捍卫其政治制度和领土主张 免受其他国家批评 尤其是美国这样的民主大国 习近平似乎承认 他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 将会加强同西方的对抗 对此 自由亚洲电台则访问了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 董立文 董立文认为 习近平此番言论 是承认他面对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 所以要斗争 而维护习近平的领导地位 以及由他提出的共同富裕主张 是斗争的最重要目标 董立文说 维持习近平的权威和领导 是斗争的第一个目的 斗争的第二个目的 其实就是共同富裕 当作是维护习近平 帮他连任保驾护航的国家总目标 但正式提出之后 在中国国内一片负贫 但这样更是要继续地斗争下去 德国外交部6号凌晨表示 德国驻华大使贺言去世 并表达哀悼 德国持绳报道 8月24号采与新的 德国驻中国大使贺言 9月6号逝世 周年54岁 路透社报道指出 一名三日道贺言 位于北京的家 参加活动的宾客透露 贺言在家中主持一个 关于德国艺术家 博伊斯的活动时 仍然一切正常 德国驻华大使馆在韦伯 曾经对第14任德国驻华大使贺言博士 做了介绍 内容提及 在复任之前 他于2017年历任对外政策 安全以及发展政策司司长 以及联邦总理默克尔博士的 对外政策顾问 贺言还是一名资格律师 主攻攻法和欧洲法方向 在进入总理府前 他曾在联邦行政法院和内政部工作 近来多家中国企业坏账评传 其中恒大与华融 各以说是当中最严重的案例 自由财经引述经济学人报导指出 恒大及华融的债务规模 高达5400亿美元 令人沉默结舌 恐怕难以偿还 堪称是中国两大债务怪兽 报导认为 中国这两大债务怪兽 其实都是中国共产党养出来的 源于中国长期对潜在问题适而不见 甚至透过人为的方式压低债券违约率 让其数据保持低于全球企业债务违约率 导致债务问题始终难以缓解 最后造成投资者只能够猜测 两家企业到底会出现债务违约 还是党会出手抢救 报导指出 以目前情势观察 恒大及华融的命运似乎渐渐清晰 在中共高层的协调之下 国资企业将是华融的白衣骑士 中信集团等等五家国有金融公司 已经确定注资华融 至于恒大集团 报导研判 中国可能会让持有恒大210亿美元 外币债务的主要外国债权人陷入困境 但是为了避免惹怒中国购物民众 以及供应商 则可能会协助恒大引进战略投资者注资 报导提醒 借由中国处理恒大及华融债务的方式 可以看出大多都是政治力的介入 而非借由市场力量和法规主导 另外恒大集团的债务违约风险人未解除 恒大明年还会有74亿美元的债券到期 其筹及资金的脚步只能够不断地加快 如果中国恒大集团走向破产 将会对中国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 彭博新闻指出 华府至扩比的三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天雷表示 中国经济长期以来一直存在非金融企业债务过渡的问题 非金融企业债务过渡 可能对更广泛金融体系的稳定构成威胁 分析师认为如果恒大集团宣布破产 超过150家的放弹银行将会被波及 恐怕就会成为中国版的雷曼兄弟 中国近年来不断在国际上压迫台湾的外交空间 祭出撒币外交 让台湾的邦交国展而头丧其怀抱 苹果日报报道 宏多拉斯现在为台湾邦交国 即将在今年11月举行总统大选 而其主要的在野党总统候选人肖马拉卡斯楚公开的表示 如果他当选 他会立刻的与中国开启外交与经贸关系 目前还没有可信的民调显示 哪位候选人胜选较高 但是已经能够看到中国影响力深入当地 除了经济外交之外 这几年适逢疫情肆虐 中国自推出国产疫苗之后 就积极地进行疫苗外交 但是其疫苗效力却受到多方质疑 许多国家不愿意使用中国产疫苗 新虎壳综合报道 南非就明确地与中国疫苗不够成熟拒绝 法国更将施打了两剂疫苗 就可入境的规定 明确地排除施打科兴 甚至连与中国交好的朝鲜都委婉拒绝 表示疫情受灾严重的国家更需要疫苗 造成此情况的原因 是几个大量接种科兴疫苗的国家 包含智利、巴林、印尼、鲁尔齐、巴西等等 都相继地出现疫情再次爆发情况 就如同美国经济金融巨鳄乔治·索罗斯所批评 中国的疫苗效能不及其他国际厂商所生产的疫苗 还是坚持要将中国疫苗出口到世界各地 并不会为中国赢得任何朋友 但是中国并未因此放弃疫苗外交行动 中国捐赠疫苗的外交政策 也盯上了台湾的中南美洲其他邦交国 例如巴拉圭、宏都拉斯等等 都传出中国以外交为条件向这些国家提供疫苗 但是在中国疫苗饱受国际社会质疑之时 台湾也推出了国产疫苗高端 目前已经在巴拉圭执行三期临床试验 同时申请当地紧急使用授权 高端未来渴望在疫苗策略上帮助巴拉圭 另外一个台湾邦交国贝里斯的卫生部长歇巴特 在当地媒体访问中也透露 该国政府已经展开讨论恰购高端疫苗 台湾外交部对此曾表示 为了协助友邦对抗疫情 研议在台湾国产疫苗量产 逐步满足国内需求的前提下 提供国产疫苗援助 未来高端不仅有助于邦交国降低疫情冲击 也会为台湾稳定或者拓展中美洲邦交中 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